大家好,我是Joe 和大家汇报一下吧 就是之前不是参加了这个线上的路亚比赛吗 然后一共是参加了两场 四月份的话第一场是有点可惜啊 成绩是17万多 然后就后来呢只排到第9名好像 然后四月份的下半月呢 我又报名参加了一场 那第二场的话成绩还不错啊 18半11暗司拿到了这个最大单位还有第三名啊 然后呢是第三名啊 前那一场的话由于人数比较少 好像就只有50人 所以他们就给了前四有奖品啊 然后呢今天是终于收到了奖品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奖品吧 这个呢是一个啊 他们永恶界里面一个怎么说呢 小的一个小作坊的一个啊 叫片子啊 那这个奖品呢在这个永恶圈里面啊 怎么说就是热度比较高嘛 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个牌子的啊呢 他们随便啊炒一下就五六百美元的一个啊价格啊 啊啊啊 今天是刚刚收到这款额一个 这个鱼肉轮廓的一个啊 这个是三节的一个那它应该不是一个格来北吧 应该是一种怎么说啊 风水水北 就这三节的耳形呢 那鱼会有这种非常紧凑的这个泳汁啊 啊那这个是一个我比较用的比较少的一个类型 然后有空的话我拿出去试试看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是丑的一笔 是涂黄色的 其实最想要的是这个额的话有钱 就能买得到 但是这个贴纸是只有收到一定的 收获一定的成绩才会给你们发的 这个是满满的成就感 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次使用到的两套装备 手上的这一支是今年ARK 针对这种中小型永耳开发的一款全新的杆子 那这支杆子的话耳中范围是上线是到4盎司 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点应该是3盎司左右吧 对于这支杆子来说4盎司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勉强 不过像是大家新手入门想要接触永耳的话 我觉得买这支杆子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那这支杆子有几个亮眼的地方 首先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手柄 这个手柄的长度是16.5寸 对于我们抛头这种较重的耳心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长的手柄去帮你支撑 然后呢去做出这个抛头的动作 那像这种耳的话在抛的时候我们的手腕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的手柄短了呢 所有这个在抛头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压力都会给到手腕上面 那有了长的手柄的话 在我们抛头的情况下呢 这整支杆子的这个干身呢 会把这个压力给吸收掉 那在长时间的做掉下来呢 这种呃长手柄的优势就显得非常的突出了 然后呢整支杆子呢 它的吊性是一个中快调的一个设计 在我们做掉三本钩的时候呢 中快调它会有一个更好的黏鱼效果 特别是glibate 在我们平时做掉障碍啊或者是快据的时候 会经常出现鱼指跟不咬 或者是跟到非常近的情况下 然后去给出一个咬口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一支慢一点的吊性的杆子 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驳鱼啊 你杆子的速度太快 那吊性太快的话 很容易就把这个鹅去 呃从被这个鱼的嘴巴里面给扯出来啊 那搭配的是一个七速笔的一个 啊布的bis 20磅的碳线 呃这款鹅呢 是一个七寸三岸四左右的一个glibate 非常飘逸的一个用心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鹅身上面是满满的啊 三八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 我就一直在使用这款鹅去做掉 应该现在为目前为止的话 这就这一个鹅呢 就收获了大概有三百条的鱼吧 嗯 那呃你可以看到鹅身呢 在钩子下面我是有加了两个铅皮啊啊 呃这款鹅它本身的层数怎么说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层数吧 它在建于这个呃缓程和悬浮之间吧就是层数非常非常的慢 那我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的重量啊啊 这样子呢 在我做掉障碍的时候 它既不会呃太快的沉入到障碍里面去呃呃挂到障碍 那也不会呃去浮呃浮起来 如果这个鹅的浮水的浮性太高的话 它会呈现出一个怎么怎么说 就是Top Water的一个啊效果啊 那所以呢 我给它加了两个铅皮在下面啊 就是能够最长时间的保证我的鹅能够停留在鱼的这个攻击的范围里面 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支Invoker Tool系列里面针对大型永恶开发的干子啊 那手上这一根呢是710SB啊 这支干子的作用和刚才的那介绍的那一支呢稍微的不一样啊 嗯 它的参数是7尺10寸呃 XH快调性的一支干子啊 那这支干子的使用的这个情况呢和呃710的GS稍微的有差 有点不一样啊啊啊 刚才介绍的那个710GS呢 它是针对于小范围做掉障碍的时候啊 使用的一些中小体积的这个Glide Bay去开发的 那这一支干子呢 它是针对于民水做掉 嗯 然后呃超大体积的这种Glide Bay啊去开发的 那呃呃大家要注意就是做掉这支干子的时候呢 你你要使用到的如果是一个Glide Bay的话 你就要去呃加加大它的这个钩子啊 那钩子的这个钩条会用的非常的粗啊 因为这支干子它本身是一个快调性嘛 那呃呃在我们上鱼的时候呢 又要讲究一个就是非常暴力的一个回鱼的过程啊 那完全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这个呃六鱼的动作 像是这种单勾的单勾的耳呢都非常适合去使用到这支干子啊 那干子本身的这个耳中的上线是达到了八按时 嗯 所以呢 基本上是满足了所有就是你民水做掉的那些大额的要求啊 那呃我觉得这支干子的最合适的抛头的这个耳中范围的话 应该是三按时以上的耳会是比较啊会比较的合适一点啊 像那些中小体积的耳的话大家要使用那你就要去使用到呃刚才的小呃 另外一只高一北的干子啊那整只干子的这个设计呢和710的GS一样啊 一个超长的EVA握把 然后干身是采用了双支架呃导黄啊整只干子的这个干身 全部使用的是双支架的一个导黄 那对于这种我们淡水做掉呃 淡水做掉鱼鱼的情况下呢我 就近于我个人来说啊这个前握把跟我们做掉鱼鱼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因为我们做掉的这种鱼鱼可能最大的体积又就十来半吧 那这个握把呢可能你去做掉一些淡水一些其他大体积呃鱼类的时候呢呃会比较适合 但是对于我们呃做掉淡水鱼鱼的话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比较适合这根干子去做掉的一个场景呢是呃结构啊生水结构 或者是一个很大一片草区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呃手去手动的去抽干给呃做动作的时候呢 会比较适合使用这一只干子 那干子本身呃再加上轮子和耳的话 它的重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了 如果你还是需要靠手不去做呃任何的呃的动作的话 一天的做掉下来你的手腕肯定是受不了的啊 呃所以呢在我们呃做掉的时候我会给这只干子去搭配相对来说较低的一个数笔的轮子 呃这个是一个六数笔的一个呃大型轮子 然后呢25半的碳线 基本上在做掉的时候呃只是去手动的摇杆给呃去展现出它的这个呃呃 泳汁啊 那一般情况下像是这种Depth 250的话 其实我们只要去利用我们摇杆的这个手法 就可以让它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一个S型的一个泳汁了 所以呢我们就并不需要去再过多的给 过多的给我们的呃去用手去操作 那像是这种呃大体级的单勾卵耳呢 也是只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回鱼的过程 那会呃收收线的时候 你看下像比如说手上的这个卵耳呢 它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T维啊 在我们很缓慢收线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摆动的幅度的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王勇耳感兴趣的话 不妨去试一试这两只invoker tool系列里面的随便杆子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对其他永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以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专门给大家多讲几期啊 关于swin bay的一些呃做调的方式 还有情景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